台股新攻略 帶您掌握全世界 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華信投顧曲林賴老師 感謝您每天準時的收看 更感謝您的按讚跟留言分享 分享一定要 我覺得多頭格局 因為今天我聽到一個 有這個盤中 有什麼非凡動聲 我看到有老師在講說 漲了兩千點還要兩千點 我當場這個叫節目衰是不是 我當場暈倒 投資朋友你不要學不乖啦 你當初做多為什麼套牢了 台股從一萬八掉到跌破一萬三 你不就相信那個會再漲會大漲多頭嗎 股市沒有這樣子的 雖然這一波我時間波抓得剛好 漲上來兩千多點 我也不可以跟你講這個話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這裡是熊市的反彈 今天我們的標題叫做多頭殺時間 什麼叫殺時間 英文上叫做Kill Time 殺時間就是多頭在這邊混時間 因為時間波 我們之前講了10月24號 上去下來有一個時間波 那個時間點還沒到 你指數漲這麼多了 所以在混 台積電開低走高整理 明天開高走低折米 這個叫殺時間 這個叫殺時間 譬如說我們兩個要開會一個小時 講重點 重點一講完 只有10分鐘 其他50分鐘怎麼辦 聊天啊 東加長西加短啊 那個就叫做殺時間 是不是 英文上就是多頭要在這邊混 但是呢 混就會混出什麼 就是我說的 那個補漲股啊 業內主力盤啊 有沒有 我出來跟你講業內主力盤 今天又來了啊 高低又漲啊 精銳又漲停啊 是不是 又來了啊 你們不覺得嗎 今天漲停盤變多了啊 所以我特別跟他講 不是垃圾盤啊 怎麼會是垃圾盤 因為時間夠多 時間夠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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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業內主力股再玩一次啊 所以啊 不能看空啦 不能看空 我實在是不太想講那放空的 來 週一跟週四兩個財經計程式 待會就有了 今天禮拜四 今天很精彩啊 今天六點還有頂泰豐台股 還有一個頂泰豐台股 你現在看的是週一到週五的台股新攻略 台股新攻略 好 那今天晚上台股新攻略 你看這個盔甲都是 都戴上了 你看這還寫個頂字 你看我帶著軍隊來了 有沒有看到 來底部翻揚 拿去上底部翻揚 我們現在要做底部翻揚的 還有呢 基本面要好的 最近看我講的這麼創意什麼的 一些等等之類的 你看都沒有停過 那主力股的話呢 有主力股的做法 那大概一支到兩支停盤 我習慣去找 比如說東哥我用開盤架出 看看最近出來最高點附近 好 因為它畢竟是主力股 好 我在鼎泰豐台股等你們 投資朋友 一定要來看 一定要按讚 一定要留言分享 來 你的分享一個讚 我全力相挺 那你的力挺我就全力以赴 感謝再感謝 一定要來按讚 其實我講的不錯啦 我說實在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很執著的人 我是一個很執著的人 但是我覺得 怎麼講 我這樣講好了 我不太會 我說實在我不太會收會員 雖然我會員收得還不錯 但是我很會帶會員 我會員如果這樣按照我的模式 將它空 它就空 回補就回補 買什麼就這樣買 對 所以我一直有人在續約 一直在續約 一直在續約 有些就說 老師們 別的老師天天講掌停板 後來就離開我去參加 後來真的摸著頭又回來 那都一直亂說 我以前跟神奇每天有掌停板 保留有掌停板 那邊的保留就沒了 因為跌下來了 我不習慣這樣子 對 我就很傻 我就是這樣子 就是很任性 對啊 那投資朋友你覺得你也喜歡我 我就很高興 原太公三天 今天開始大企 我就這樣子的 有點莫名其妙 我應該把掌停板拿出來 讓你看到 是不是 你認同的話 下一個幾個觀點 國際股市 就是現在我們看的不是國際股市跌步之類 這些業內主席是賭你也不會破底 還有賭你 大家知道時間波還沒到 同時我跟你講一遍 美國股市也是這樣急漲 那美國股市急漲的過程當中呢 現在是多空大論戰 好 那相關的個股連動 伊斐電跟什麼連動 是不是 行情分析不要硬拗啊 你昨天漲不是說 股市漲一些小型股就跌下來 今天台積電漲呢 你又說小型股漲上來 你到底是要怎樣 你到底要扛是要扛什麼 這太沒了 拳王漲來換股王 來 標股股 這個以後我們再講 但是我每天都畫這條線 他也是在殺時間 在混時間 看怎麼樣慢慢混到這裡 怎麼混到這裡 到時候我們再來講 時間還沒到 來 我們一個一個看 來 這是15號 你看他說那一天重挫 我還就跟你講 同志朋友 降品原因去庫存化 營收衰退怎麼樣 那我跟大家講說 那毛利高過台積電 周治法所謂建設下午 來 不賣 就賣 當然我說過這兩條線 我在買在這個 均價在這個中間 那昨天呢先諜再談 昨天他把所有的前妻 我說昨天爭財 那今天呢 今天來了 我沒有輸了 我沒有輸了 投資朋友 照我一下 對 投資朋友 我跟大家講 我就是這種人 我就是這種人 莫名其妙 有時候我也覺得莫名其妙 對 你別人要講 如果要一大跌 那就跟大家say sorry 有什麼不敢講 我就是這種人啊 你看我那麼久的節目 還不知道我這種人啊 我就是這種人啊 我不會拿一隻掌聽牌 跟你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我不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我這樣 帶著會員賺更多 後來參加我的會員 人家有時候 比如晚上看我的節目 然後覺得 老師不錯 因為他要上班 他要工作 他不需要為自己的股票擔心 參加我的時候穩穩的做 該空的時候空 該回補的時候回補 我扣叫他買什麼 他就買什麼 一晃眼 賺很多 然後就是賺很多 我就很扎實 我們拼的是一個長波段的一個 長時間啦 不是說股票 長時間你有多有空 然後轉車點都賺到 是這樣獲利的 我要得到會員的信任 我昨天才跟大家講 如果這個跌我都不敢講 我就不敢面對投資人 我不敢面對投資人 就沒有辦法面對我的會員 因為我會員有怎麼樣 看這兩個字 這樣懂意思嗎 來 在這個時間等翻多買進 這個時候我們翻空 這都在空 但這一段我有做多 在這邊翻多 沒有百分之百 沒有最低點 那漲到現在 那我就跟大廣 那多頭現在在這邊混了 在殺時間 台積電今天拉回 可是換了 換漲大力光 股市是時間跟結構 時間到了他 不會來到這邊 會有一個時間 有一個時間 我跟大家講 我到現在還是跟你講說 這裡是熊市的反彈 看法沒變 漲了2000點還有2000點 我跟你講 年準位只要是在升息的 緊縮的政策上 不會有牛市的 未來會像雲霄飛車這樣 這樣 但是每一段你都做得到 你就是大贏家 每一段該空的時候多 該多的時候多 該空的時候空 該多的時候多 你才是大贏家 你才是大贏家 這要彈上來了 漲了2000點還有2000點 那是完全不懂股票的人說法 聯準位還在緊縮 怎麼可能牛市呢 現在美國股市多空大論戰 因為多空都在大論戰 所以這個行情到一個程度 它就會拉回 要公再公 不要為了做生意不擇手段 你這樣子還要投資 還有2000點趕快買 我們一段 你信不信我 就是要一段 就是每個轉折點 你該空的時候空 該多的時候多 該空的時候空 該多的時候 每一個轉折點做到 你永保平安不會套勞 本來就是應該要這樣做 這樣叫操作靈活 這個很重要 好 那貴買 我們等一下談一下生技股 生技股 那我覺得太陽能有機會 遊戲股太小眾了 那貴買的權重裡面有元太 元太 環球軍今天拉回元太 藥華藥它跟著生技動 藥華藥是貴買塞大權重股之一 好 記得我們等一下再談生技股再來談 好 台版晶片法來了 所以你要注意 有些相關的這個半導體 我最看好矽晶圓 待會我們再提 好 有人說 我先回答幾個投票 常常說這個實質無畏 有點像雞肋 那我本來在這裡 所以我們這幾天就開始把它賣掉了 本來我希望看到這邊 可是我看到這邊也不知道 因為美國的這個航空股都下來了 我想就不需要跟它拗了 所以我覺得實質無畏 看你啦 我不知道你買在哪裡 我不知道你買在哪裡 我是買在這裡大家都知道了 該賣就賣了 浪費時間對 所以這個是雞肋 對不起啦 本來是認為可以到這邊 可是它要多久我不知道 而且時間破了點會越來越近 所以它是不是能夠來到這邊 我不知道 但是現在焦點都在電子股 來長榮之一 但這一檔我倒是留著 因為買在這裡138嘛 最厲害是131嘛 還是算 這先看著啦 至少留一檔 有人知道面板 說不定這是 這個11月 因為週一週報一次嘛 最新的面板架商品走勢 你看這個是 這個27吋的LED面板 你看還在破滴 那最新的電視面板 主導有點小上來 有沒有看 主流面板 因為有27吋 怎麼43吋 45吋的什麼 57吋的也有 我們要主流面板32吋 這邊 這個面板跟低潤一樣都靠報價 都靠報價 所以你報價不好的話 你就要注意一下 好 群狀 報價多少 最好就是整理 它如果要變成多頭 有兩個大關 這一關要先過 還有這一關 那你可以先把它放著 因為股市現在 畢竟還是在多頭 看它怎麼突破 還有時間點沒有到 時間點到的時候 該賣還是要賣 報價已經小反彈 股價整理 低潤也都靠報價 美光昨天說 減產到底說報價要上來 但是美光很特殊 它因為這樣股價大跌的話 我們對低潤就要另眼相看 等其幫科技的報價 好 華興呢 不是漲上天嗎 我跟大家講 大家會錯意了 印尼股市是跌的 這個漲這個 財經台說 孽價漲15% 那個是錯誤的 中國大陸有一個叫 中緯國際 它在印尼也有孽在提煉 提煉到最後關頭要加水 加水之後 它裡面如果有雜物的話 它就會出現很大的爆炸聲 那個爆炸聲有沒有 因為太大了 當地居民說 這個這個這個 他那個中緯那個 那個鎳駕 那個鎳場 那個鎳的那個大漲說爆炸了 突然間鎳漲15% 這兩天暴跌回來 我為什麼覺得 因為那一天漲到 我覺得那是騙人的 因為印尼股市是跌的嘛 這個長久知道 都講著印尼股市跟鎳駕 才決定華興 那為什麼要列這個 注意喔 華興不死 原物料不止 華興若死 原物料你要擔心 這樣通了沒 專攻電子啦 電子才是主流啦 想太多了啦 好 好 記得喔 華興不死 原物料不止 止跌的止 華興死了 原物料當然就算了 來 聯電日線 好我今天要講聯電 因為我可能 可能都不知道 聯電的股價 就是台積電的十分之一 所以台積電今天收 480還少了兩三塊 這樣聽懂沒 長期以來就是這樣子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這我自己統計出來的 好 那這個主力嘎空股 所以我說業內主力又來了 你看又嘎上去了 但是我認為這一次的主力嘎空股 都是兩支而已 就快換別 因為他是要換起 換起其他這種小型股的做法的 換起小型股的做法的 所以他今天先來跟你講 代表說業內主力 雷股有沒有就是主力股 他不是業 他是主力股 他已經分盤交易了還漲停 那東哥有挺股 開盤就賣 你看如果不賣的話差多少 開來最高300 我們大概就在300這個附近 差多少 兩根而已嘛 現在這種業內大概就兩 主力的業內都兩根而已 而且我說實在他不是 我要鎖定的嘛 所以兩根 兩根四五十塊 四十幾塊到五十塊 幾點錢 兩天而已啊 兩天而已啊 開盤就罵 但是這個我就很有把握 伊斐電在這邊整理 伊斐電在這邊整理 南電呢 新光電工在這個 伊斐電在這個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除非他暴跌 那我們再做處理 如果他繼續拉上去的話 這個趕下來我就繼續買 這樣大家聽得懂嗎 這種有憑有據的東西 是我邱領泰最拿手的 敢跟他拼 說明天漲停板給你看 有趣哦 他沒有跌哦 他沒有跌哦 好 然後聖高這個我也看 子公是臺聖高 我非常 我今天還加碼 我剛才跟大家講 那個半導體的話 晶片呢 這個都有連動在一起的 聖高的股價來到這裡 有沒有 那麼環球金就是 貴買第二權重股 他已經很接近了 他居然還差這麼遠 他融資使用力百3% 卷之比慢慢的突破 搞不好今天晚上就20了哦 那母共是甚高的位置在這邊 你看 所有的矽晶圓廠 他基本面是用跳升的 前三季是9.8塊 去年一整年才3.6 你現在看到中美金 環球金這種做矽晶圓 都跟 都大概今年跟去年差不多而已 所以我今天做這個動作 有沒有看到 抗好就是抗好 財育 這個也是我們在講 台積電概念股 好 大立光今天大長 我曾經有跟大家講說 我有一個會員是醫生 我有一個會員是醫生 那 這個醫生 因為他不做空 他是在亞洲金融崩報來參加我 每一年固定實際繞去續約 他還是我特別會員 我看空的時候 他就趕快把台 他只做大立光 他就把大立光賣掉 躲過了這一段 我販毒的時候 他就跟著直接 他埋在這附近 10月27日附近 他就買 今天大立光差點漲停的時候 我好久沒有聽到他打電話給我說 他說他年紀比我大 他說直接叫我名字 大概叫病人這樣子 居然太 不錯喔 有沒有看到 股王換全網漲 全網台積電掌換股王 你還在看空嗎 你還真無聊 郁清光是我說最好的平概股 我買在300 這個我每天講 只差沒有繼續加碼 你看這樣多少錢 你說我一定要去做金銳嗎 有沒有 那個抗空老師到一個程度上 為了說 顯示出來我翻多 就都買一些很奇怪的股票 你是大格局 是不是買大股票 我們就是大格局 買400塊的創意 這就是735 這個我都有講過 而且在反轉的當天就講了 資源也是 我認為資源可以接棒這個創意的 我這個一路空了 我就不要講了 大家知道 對我在講 這個創意 我這邊跟你講高檔要空的 我頂泰豐抬股 跟你講這個高檔要空 要補跌 然後這裡翻多 然後這裡漲上來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就是說我跟投資朋友講 如果你願意是我的會員 我怎麼說你就怎麼做 你長期看到一個相當好的獲利 不用去跟人家搶 像我們插畫一下那個 東哥油庭又怎麼樣 不用跟大家講說 我一定要做保銳 不需要的 像這個都是大格局的股票 國劇減之後買 大格局天天在漲 要到這裡啦 300市啦 這給你算啦 好 我講國際NBI生計指數 這樣子喔 來 那我們的生意櫃 有什麼問題嗎 你就會追到流上影線 生意櫃裡面的新藥 是權重股 像藥華藥 那防疫概念股如果漲上來的話呢 生計股就結束了 也就是說美國股市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它的權重股已經結束了 小型股的防疫股也漲上 我們跟著你看今天 是亞諾法1760的保齡父親 他也是防疫股 多的時候他有個腥臟病的藥 其實他就是防疫股 檢測PCR那個的 你要注意喔 當漲到那個防疫股的時候 權重股就掛了 而且生計股告一個段落了 美國股市最強的是太陽能 拜登沒有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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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太陽能在標 所以國在講 貴買就是生計股 遊戲次產業 遊戲我是不看他啦 因為這個要等到真的大空來 最後才會漲到遊戲 生計股跟太陽能這兩個部分 你注意看喔 你看那個6589的台康生沙尾盤 那些很多生計股 所以你看他權重股有沒有 是這麼長的上癮線呢 新藥股就是權重股 6446的藥華藥就是權重股 都沙尾盤 但是防疫概念股漲上來 1760的保齡父親漲停板 這是有概念的喔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啦 新藥股就是流行的 大家流行的 慢慢是要把癌症當作慢性病 但是防疫股啊 就是出了什麼大問題的時候 防疫股會漲上來 那只是救急啊 可是通常他漲上來的話 新藥股就權重股就跌下來了 他要開始做轉換了 沒有人跟你講這個 注意喔 1760的保齡父親是防疫股喔 這樣跑出來說他有什麼腎臟病 什麼的 你看那個他漲上來 連今天毛寶都漲 連413的亞諾做PCR那個有沒有 也都漲 但是新藥股就撒尾盤 但是我更看好是太陽能的補漲 這些股價都很低 我說你買在這裡 賠兩塊就不要算什麼 本來就走一個停順點 可是你往上的機會大啊 安吉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股市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我說 投資朋友你要把你的持股交給崔領泰來 讓專業的來 我可能沒有辦法每天天花亂墜 跟你講一些標漲停板的股票 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種的 你聽到我講元代講什麼台勝科 是很自然而然的 長什麼南電啊 這個創意大漲都很自然而然的 你也可以接受 我不太會做行銷 可是我不太會收會員 但是我很會帶會員 我的會員都是一直在續約 一直在續約的 你如果需要我 也是這樣需要我這種老師的 你有持股 我一個個都會幫你的忙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好不好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好像這個都教他出了嘛 你也知道就教他出了嘛 好 持股交給我 讓專業的來 讓專業的來 最後還是那樣一句 你終究要參加偉的 我的 為什麼不利用現在就參加 我很會帶會員的 投資朋友 你應該看得出來 我很扎實的 做勾表情 長期的看到獲利的 不是天天跟你長獎庭板的 有聽懂喔 來 你終究要參加我的 為何不現在就參加 台股新貢業 祝福你 我們明天見 可以應獨立判斷 寫先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就是你